经营开始要带您关心 新北市新店地区 在凌晨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一台计程车在行经环河路的时候 撞上了疑似抢黄灯的机车 由于冲击力道实在是太大了 造成机车骑士重伤 而后座的女乘客当场死亡 计程车车头被撞到凹陷变形 挡风玻璃碎的夸张 车内的安全气囊左右两边两个都爆开来 一旁的机车更是被撞到整个变成废田一般 这起车祸发生在新北市新店区环河路 8号凌晨12点半 这名小黄司机准备下班 行经环河路壁潭往新店的方向时 就在路口撞上疑似闯黄灯的机车 摩托车被整个连人带车撞飞了好几公尺远 我没有看到 你是执行者 我执行 那我是看到绿灯我才加速 司机说当时因为后面有车 他才会绿灯加速 只是冲击力道之大 也造成机车诚信歧视 左腿骨折 全身擦香送衣急救 至于后座的黄姓女乘客 确实右脚踝以下与身体分离 送衣之后伤重不治 而详细的车祸原因 警方还要再深入调查 警方还要再深入调查 警方还要再深入调查